说了 我们共复皇权 出头得罪了顾九思 顾九思当众表白戏弄柳玉如 父亲却把儿子的玩笑话当真 把他口口声声说 喜欢的姑娘娶回家 这两人被迫捆绑成夫妻 开启了先婚后爱的欢喜冤家日常 柳玉如帮着婆婆管教丈夫 新婚第二天 拿着剑去青楼找顾九思 逼着她学习考取功名 顾九思嘴上不服 却乖乖听话 把柳玉如布置的学习任务 以超高的效率完成了 柳玉如这才发现丈夫非常聪明 文武双全才思敏捷 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顾家被骆子伤害的家破人亡 顾九思带着柳玉如逃往幽州 备受打击的九思 发誓要变得强大 强大到可以庇护妻子父母 他要为柳玉如撑起一片天 梁王造反后 顾九思誓死守幽州城 柳玉如心急如焚 等待丈夫安全回来 却被告知顾九思已经战死沙场 柳玉如伤心欲绝 穿着红架衣 要为丈夫殉情 说好的你不回来 我就共赴黄泉 顾九思只是受重伤昏迷 殉情被救下的柳玉如 一定能找到丈夫 期待夫妻俩的重逢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